大家好,我是泰克小刚 各位知道世界上最贵的蝴蝶是什么蝴蝶吗? 你如果上网搜寻这个问题的答案 可能会看到一个独特的名字 卡申夫鬼美人凤蝶 根据网上的资讯,这种蝴蝶极为独特 身体两侧的翅膀花纹是不一样的 一边的花纹像是个骷髅头 一边的花纹像是个美人 也因此被称为鬼美人凤蝶 据说它是有一个在20年代流亡中国 名叫卡申夫的人 于云南的一个神秘山谷发现的 这个蝴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恐怖的蝴蝶 因为传说它是一种带有诅咒的蝴蝶 想捕捉这蝴蝶的人都离奇的死亡了 因此抓到一只这样的蝴蝶 可以卖到25万美金 相当惊人的数字 这样诡异的蝴蝶是真的存在的吗? 今天就让我们来找出答案吧 欢迎来到今天的生物放大镜 尽量跟大家介绍 一半雄性一半阴性的 诡异阴阳生物 影片开始前提醒各位 今天的影片会有生物敏感部位的特写 需要打上马赛克 如果你想看完整 无码无广告的影片 快点点击右上角的 无码版本吧 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主题 阴阳合一 相信看完上面那价值惊人的蝴蝶资讯 很多人都有些心动 装备都穿好准备出门抓蝴蝶了 不过请先等等 因为虽然在网路上 关于鬼美人凤蝶的资讯相当多 但是这个蝴蝶啊 其实是一个小说虚构的蝴蝶 并不存在 不过虽然鬼美人凤蝶 不是真实存在的生物 但是它的原型 左右两侧不相同的蝴蝶 是真实存在的 而且也极为罕见 这种蝴蝶也被称为阴阳蝶 它并不是一个特定品种的蝴蝶 而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生物现象 2015年 在费城德雷克塞尔大学的蝴蝶展上 就出现这样一只蝴蝶 当时一名退休的化学工程师 Chris Johnson 作为蝴蝶展的义工 在整理永世时 发现了这个生物 在永世里 昆虫会从永汉碱中孵化 而这只独特的生物从永中孵化展开翅膀的时候 很明显的就是一个独特的存在 因为它左右两边的翅膀 呈现完全不一样的花纹 它左边的翅膀体型比较小 呈现黑色 上面有绿色、蓝色、紫色的斑点 右边的翅膀体型更大 呈现棕色 带有黄色和白色的斑点 不过啊 这绝对不只是颜色不同这么简单哦 因为左边的翅膀花色其实是属于雄性的翅膀 右边的翅膀花色则是属于雌性的 这是一只结合雄性与雌性特征的阴阳蝶 发现这诡异生物的Johnson 全身起了鸡皮疙瘩 马上联络展览管理者 这只蝴蝶马上被隔离起来 并且也很快的联系到了昆虫学家 昆虫学家看到这只蝴蝶后 兴奋地表示 这只蝴蝶是一只小豹绿甲蝶 而在它身上发生的现象 正是极为罕见的雌雄千合体 一只个体同时拥有了雄性与雌性的特征 包括翅膀、花纹、体型、生殖器等等 这种现象最常发现在昆虫与鸟类身上 这边就直接以这只雌雄千合体的基为例子 你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它的左右两侧不只是颜色不一样 连体型都出现明显差异 这一侧是公鸡 除了白色的羽毛之外 胸肌也更加发达 还有鸡爪上的骨刺也是雄心的特征 另一侧呢 则是保有了母鸡的特征 肌肉较不发达 鸡爪也没有后面的骨刺 有些人可能会想说 这不就是常说的雌雄统体吗 很多动物都有啊 没什么特别的 不不不 这和雌雄统体可不一样啊 雌雄统体是某些动物的正常现象 指的是卵巢与鸡囊并存于同一个个体中 它的体内 所有的体细胞的基因型啊 都是相同的 只有一种基因型 因此只具有一种性别的外部特征 但是雌雄千合体呢 是一种鸡型现象 体内具有不同的基因型 而且呈现区域分布 像是这只鸡 左边就主要是母鸡的基因型 右边则是公鸡的基因型 这导致它的外部特征啊 也会跟它的基因型分布一样 分成两边 其这种现象 在很多物种上都会发生 但是如果这个物种 雌性雄性看起来外性很相似 就很容易被忽略 所以蝴蝶和鸟类这两种生物 之所以特别常发现这种现象 正是因为它们的雌雄个体 往往会有非常不同的体色 像是愤怒鸟的圆形 北美红雀 雄性长这样 雌性长这样 它们的雌雄千合体就长这样 相当相当的明显 也很容易被发现 你觉得这种现象 对这些生物有什么影响呢? 以这只红白愤怒鸟为例子 它就被族群里其他的红雀驱赶 无法融入族群 原因挺特别的 因为它竟然和雄性一样鸣叫 但是却跳着雌性的舞蹈 想当然其他红雀一定是满头问号 不过雌雄千合体的影响 绝对不止如此 以这个马来西亚逐杰冲 雌雄千合体为例子 它身体的左边是雄性 雄性为了方便躲避天敌与寻找配偶 除了个体比较小外 还具有飞行的能力带有翅膀 但是雌性的个体 平时待在数字上居多 所以体型比较大的同时 也有绿色的保护色 然而一旦出现雌雄千合体的现象 不只是保护色直接破功 连翅膀也是只有一边 想飞也飞不了 而这只碎峰的雌雄千合体也很特别 它的上颚、眼睛大小、触角 都出现了明显的雌雄差别 不止如此 它的大脑也有雌雄之分 这只碎峰左边的大脑是雌性的 右边的大脑是雄性的 这会有什么影响呢? 原来碎峰这个生物的雌雄 是有不同外出昼夜节律的 它们会在特定的时间 外出进行彩蜜等活动 这都由它们的大脑控制 然而拥有两种性别大脑的千合体呢 两边的大脑会打架 发出的信号会有冲突 最后就导致它表现出和正常雌雄碎峰 完全不同的昼夜节律 根本无法当个正常碎峰 很辛苦对吧? 不过最后这个例子应该是最惨的 科学家曾经发现过蚊子的雌雄千合体 这个千合体很特别 它不像前面介绍的例子 是左右分别是雌性雄性 而是上下半身出现差异 上半身是雌雯子 下半身是雄雯子 也称为轴向千合体阴阳蚊 这个现象呢 出现在其他生物可能还没那么严重 但是在蚊子身上却是极为致命的 为什么呢? 各位应该都知道 一般的蚊子会吸血的 都是雌性 因为雌性需要繁殖下一代 所以需要血液中的蛋白质等营养物质提供能量 而雄性蚊子呢 则没有这样的需求 通常都不吸血 只吸一些植物质液 因此这一只雌雄千合体呢 上半身由于是雌性 所以会不断的找血吸 但是它的下半身 却是雄性的下半身啊 雄性的身体无法消化血液 所以后果就会很可怕了 它会因为不断的吸血 又无法消化 而导致最后撑爆自己的肚子而死去 可能连死的时候 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令人傻眼 以上这些 都是雌雄千合体对生物本身的影响 不过关于雌雄千合体 最多人好奇的 应该还是他们的繁殖能力 雌雄千合体能生出下一代吗? 这个问题啊 就要观察他们的生殖器了 学者发现 绝大多数雌雄千合体的生殖器 都相当的混乱 一些部位是雌性 一些部位是雄性 像是这张图 是巴西木峰雌雄千合体的生殖器和附近结构 绿色的部位为雌性的生殖器 红色蓝色的部位也是属于雌性的结构 但是橘色的结构则是属于雄性的 而且这个结构还只有一半 再来看看红珠灰蝶雄千合体的生殖器 上面那一排是正常红珠灰蝶雄性和雌性的生殖器 下面这一排则是雌雄千合体的 可以看到 它就像是直接融合正常雌雄生殖器的结果 真的是相当混乱 这样的诡异生殖器能正常繁殖吗? 答案是 虽然雌雄千合体常常拥有两套的性线 也会做出交配与残染的动作 但是通常都无法成功繁殖后代 不过凡事都有例外 例如前面讲到的愤怒鸟雄雄千合体 如果各位有了解过鸟类的解剖生理结构的话 应该会知道 鸟类和一般的动物不太一样 正常状态下 鸟类只有左侧的卵巢会发育与发挥正常功能 只需要一侧就够了 而这只雄千合体也刚好左侧是雌性 也带有发育的卵巢 因此它很有可能是能够正常繁殖的 这也是这只愤怒鸟学界非常重视的原因 此外还有另外一个相当有名 雌雄千合体的生物 龙虾 在这些个体上也是雌雄颜色分明 有人观察到 这些特殊的龙虾 无论有没有交配都会残染 残染的数量相当于一般龙虾的一半 而且还只用一半的身体腹部 携带这些卵相当特别 之前有捕获这种特殊龙虾的渔民 将龙虾捐赠给美国 缅因州海洋支援部 没想到海洋支援部的研究员 竟然成功的将这些卵孵化出两个个体 一个为雄性 一个为雌性 也是目前人类记录中极为少数的成功个案 所以虽然比例相当的低 但是雌雄千合体是能够成功繁衍下一代的 不过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雌雄千合体的现象呢? 它发生的几率有多小呢? 其实雌雄千合体形成的详细机制 学者并未完全破解 但是确实有推测出几种基因变异的方式 这边直接举一个特别简单易懂的模式 我们都知道 人类的性别决定系统 是由性染色体X和Y所决定的 但是在鸟类身上 性别决定系统的性染色体 产生以下几种后代组合 这是正常的状态 但是 今天如果在软子分裂的过程中出现错误 原本应该各自带有一条染色体的软子 变成一个软子带有两个染色体ZW 另一个软子没有染色体 并且 这一个带有两条染色体ZW的软子呢 又意外的被两条带有Z染色体的精子受精 那么产生的后代 体内就会同时带有ZZ与ZW的细胞 也就可能同时会出现 雄性和雌性的特征 这个几率是相当相当低的 因为正常的软子在一个精子进入后 就会设置一个屏障 隔绝其他精子进入 只有在很低的几率下 会出现两个精子进入软子的情形 也称为多精受精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雌胸千和体的形成 不只是要在软子分裂的时候出现错误 软子受精的时候也要出现错误 两个错误同时出现的情况下 才有可能会形成雌胸千和体 这样的几率估计约在百万到千万分之一 相当相当罕见 不过即使如此 这些阴阳生物并不像网络上传的 价值25万美金如此高贵 以蝴蝶为例子 我比较常看到的价格是几百到几千美金的区间 并没有传说中这么的夸张 此外 相信很多人都有一个疑问 人类有没有雌雄千和体呢? 这个美女 大概是我找到最符合这个条件的例子了 你可以看到她的身上 天生就有两种肤色 没错 人类是有千和体的现象的 也就是一个人 带有两种不同基因型的细胞 甚至有两套免疫系统 这代表你身体的某一部分 可能来自另一个人 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对吧? 以这位女子为例子 她的情况是 当年在母亲子宫时 她把双胞胎妹妹给吸收了 这种情况发生在一卵双生中 如果其中一个胎儿在怀孕时很早就死亡 那么可能一部分的细胞会被另一个胎儿吸收 存活下来的胎儿体内就会具有两套细胞 可能就会像这位女子一样 天生带有两种肤色 有些人甚至会出现同时带有雌雄生殖器的情况 但是人类并不会出现一半是雄性身体 一半是雌性身体的雌雄千和体现象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人类和其他哺乳类动物 性别认同的关键 并不是性染色体 而是基素 没错 显性基素对人的影响 甚至可以覆盖过性染色体的异常 这也就是为什么人能够透过施打性基素 达到变性的效果 即使你的性染色体一直是固定不变的 但是只要体内的基素比例改变 你的身体也会随着基素出现对应的性别特征 而且最重要的是 由于基素也就是荷尔蒙 是会扩散到全身的 所以即使你体内有两种性别的染色体 也不会出现这种一半是雄性 一半是雌性的现象 影响会被遍布全身的基素给覆盖 曾经有一段时间 学者们以为鸟类也是遵循这种机制的 不过后来发现 其实鸟类和前面那些出现 雌雄体现象的生物与人类不一样 它们体内的基素 无法覆盖过性染色体的影响 全身的细胞都遵循它们自己的发育指令 以基为例子 如果这一侧是自己自己的染色体 无论是接触雄性还是雌性基素 身体还是会发育出白色的羽毛 与更大的胸肌等雄性特征 另一半的雌性身体也是如此 研究人员甚至还做了移植实验 将鸟的雄性细胞移植到雌性的胚胎中 这些细胞依然维持它们的性别特异性 以上这些实验结果都证实了 决定基性别的不是基素 而是细胞本身的基本特性 与人类与哺乳动物是不一样的 这也是这些独特的阴阳生物会存在的原因 最后如果觉得今天的影片不错 不要忘记按下订阅按钮 我们下次见啰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如果想给小王更多支持 让我创作更多优质影片的话 欢迎加入我的频道会员 里面有更多关于我的秘密 资讯栏下方也有小额捐赠的银行账户 欢迎各位打赏支持哦